早安 今天是8月23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AT開市直擊 今早有獨立股評人譚志樂 和譚海運陪你一起開市 Arnold 今早大使有什麼焦點? 其實如果在焦點上 當然是一些特別大型貨網企業 例如百度、快手等相關的業績 會是其中一個市場焦點 但對於整個大使來說 除了個別業績之外 市場更加關注 就是內地究竟有什麼政策出來 去對抗整個經濟 即是通縮整個風險 或者一直以來整個消費市場疲弱 或者內房的相關問題 其實都是以等政策出台為主 所以你要留意 每天的焦點都是離不開 就是什麼時候政策出來 甚至人民幣的走勢是怎樣 這些都是很影響港股 短期後市表現的最主要因素 但是當然這些等的時候 你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在這段時間 我覺得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些企業業績 在這個時候最重要 就是看自己拿著的股票 究竟有沒有條件捱過這個艱難而事後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市場焦點當然是等待什麼政策出來 但是大家可以做的事 就是看個別業績的政策表現 對,上日業績方面 大家的焦點都放在快手上 都叫做幾大幅度超過市場預期 到底後市的部署策略應該怎樣做 和阿諾一會兒都會和我們詳細分析 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投資方面有問題 或者有心得上交流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F 在聊天室內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待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的個別發展 道指連跌兩個交易日 投資者官網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說 美國經濟數據持續強勁 有聯儲局官員指 經濟可能會再度加速 市場預期美國年內再加息的紀律升運 十年期債息一度升穿4.35厘 道指收市跌174點或者0.5% 售報34288點到上個月11日以來的最低 標指收市跌12點 報4387點 納指是逆市未升8點 收報13505點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未跌2點 歐洲股市是普遍做好的 三大指數都是向上 一起看看焦點美股 Tesla、蘋果和Google都能夠上升 NVIDIA公佈業績前一度再升超過2% 創出新高 收市要倒跌2% 血託證券形式是美國賣賣的科網股ADL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是個別發展的 百度業績後做好的 比本港收市高出2% 星期四將會公佈業績的美團 比本港收市低1% 折合127.9 匯控是靠穩 比本港收市略高0.1% 比亞迪再次失手220元 折合218.13 看看亞太區股市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早段升31點 升幅0.1% 去到31888點 首爾綜合指數要微跌6點 適應普通股指數是升9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最新升30點 看賣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現在最新的情況 現在跌100點左右 恆指是17700點左右的水平 稍後對原本會和大家跟進 和Arnold談談美股外圍的情況 接下來有一種 今年以來最大的IPO上市 就是Arm Arm是一個芯片設計公司 就是軟銀集團旗下 消息說到已經提交了IPO申請 預計9月第一個星期會進行露演 去到之後一個星期就定價了 預計它的估值大概是介乎600至700億美元 之前報道說到 它的IPO集資額大概是80億至100億美元 不過因為軟銀已經從旗下的軟景基金 手上就收購了一些 它之前是未有直接持有的對的股份 所以今次的集資額 扣除這個部分之後 可能被之前全民為勢 根據銷售文件顯示 因為全球智能手機出貨下跌的影響 它上一個財年的收入 其實按年跌百分之一 還有它說到 現在已經有超過260間公司 是用基於Arm的芯片 包括Amazon、AlphaBak等等 這是今年最大的IPO 雖然現在未有一個確實具體的定價 不過看它的前景 Arno你覺得值不值得應購呢? 還有有一個這麼大的IPO 即將在NASDAQ上市 對那個納子 會不會氣氛上有一個利好的作用呢? 其實連定價都沒有的時候 永遠都答不到值不值得應購 因為這個問題 如果你的定價超貴 那基本上你肯定不應購 但是通常都不會說 很不合理 因為很多投行上面 都要經過包銷 都計算了數 但值多少 不會給你盲目的定價 所以如果你在前景上 你今年去到一些大型IPO上 意味著什麼 市場上一定有很大的知名度 例如Arm上面 可能不太去零售市場 但是如果你在熟悉半導體行業上 都是那些數一數二大的半導體公司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在市場現階段 最關注的是什麼 擔心經濟衰退的事情 而你在經濟衰退一旦出現的情況下 半導體向來都說很難獨善基產 但是你在這段時間支持到 整些半導體股做得好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那些ChartGPT 即是AI上面的發展 導致到整體型半導體 整體短線需求 仍然是看得比較樂觀的 所以你在說 我相信對於一些大型機構來說 你在說你特別投資科技學業 長遠地算 你很難完全不買這些相關的股票 但是你在想 你的問題就是對於散戶來說 你應不應該去申請 就好看整個市場氣氛 好看整個定價 可能跟其他的半導體股 有個多大的置樣空間等等 是用這方面的角度去看 所以你在說應不應該認購 你也說九月的市場 我覺得兩個星期後回來才說 你不需要這麼快去想定 準備好所有的彈藥順便去認購 我覺得現在目前的市況 都未足以令到可以有這樣的投資環境在那裡 但是你當然在短期來講 譬如過了Jackson Ho會議之後 市場覺得聯儲局沒有想像中那麼英 跟著在說 一些減息的衝擊可能性 而與此同時見到 可能說Andivia今晚出的業績上面 之後見到整個半導體行業前景 又變得非常樂觀的情況下 那當然是去踏順風車 但是不是的 如果市場上都是發反覆覆的情況下 那你就少住 可能我用心態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現在去這一刻討論 認不應該認購 值不值得買的情況下 由於定價都未出來一定不會有答案 但是你說對於市場 納子方面來講 我覺得一定會有些少的影響性在那裡 但是你說它不是 它是市場 就是今年來講最大的IPO 但是它不是整個半導體行業裡面 最大的影響力的公司 所以說對比起納子的影響 可能是Andivia今晚出的業績上面的影響性 可能會是更加之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用來分析大市的話 都未必容易以這個IPO 作為一個參考指標 我覺得對比起 可能你看看一些半導體行業的業績 各方面的表現上面 啟示性會更加之大 是的 那麼你剛才也講到近日那兩個焦點 就是正在上市之前的兩個焦點 第一個就是未來星期美的Jackson Ho會議 第二就是今晚即將公佈NVIDIA的業績 好 或者這樣說 你覺得未來的美國 其實Nesdaq這兩天都有一個小反彈 以及NVIDIA昨晚其實是創過新高的 你覺得去到這個水平 其實是說 應該是說再看定些 還是說還是有一個吸納的時機已經出現了 主張看定些 因為始終說 由今年至今 我對美股上面的看法 都不是太過樂背 但當然說這個看法上面是出現錯誤 因為最主要原因就是實際經濟衰退的狀況 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但這個只不過是五階段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是否實際上完全沒有衰退這個風險 或者是否說完全一定不會軟著陸 我真的沒有去到這麼樂觀 那現在的股市在今年升的狀況 就是因為 年初大家猜就是 要是Hardlanding 要是Softlanding 就是大家肯定經濟衰退的了 現在去到5050 但是問題就是 那些經濟數據 你見不到 其實就是顯示整個不衰退的跡象 只不過就是一些在指數上面 權重比較大的股份 相對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甚至受惠到AI熱潮 例如剛剛說 好像Andivia 或者蘋果這些公司上面 其實你看蘋果那份業績 都不是特別理想的 那些智能特殊的出波量 相對的比較弱 但問題就是 它不是衝擊最大的相關股份 但如果你看看美股上面 有些很小隻的公司 例如昨天美股上面有一個DKS 那些體育用品股 我都不知道那個體育用品公司 是什麼樣的 但今年都坐到火紅火熱 業績出來 你見到不行的情況下 就跌兩成多 但你不會在指數上反映出來 因為他們很小隻 占比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美股的狀況 其實我又不會覺得非常樂 會不會因為它升很多 而去取決 覺得美股狀況 然後很好等等 相反地 指數向來 都是一個經濟指標的 經濟狀況的 叫做領先指標 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畫一條下降軌 它又未勝出 那會不會那個down trend 繼續下去 可能今晚NTV 或者Jackson會會議 去到更加的嬰的情況下 令到市場有個借口 壓低指數 是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你說去到一個 要沽美股 或者說到美股有個大崩盤的狀況 暫時又真的未見到那個可能性出現 所以我覺得對於一般投資者來說 有貨的 就繼續保持定好指示位 但是會不會主張叫大家這些位置 跌了 跌了 開始去買的情況下 都是沒有那麼樂觀的 好 我們看看恆子上的走勢 轉頭和Arnold談談 他對恆子後市的看法 好 先開圖 恆生指數 連跌7天後出現反彈 科指昨天重上4000點 恆子昨天高開18點 一度最多升179點 午後一度要倒跌 低位見17573點 再見9個月以來最低水平 下午2點左右 內地股市由低位回升 帶動股股做好 一度逼近18000點 收市勝幅收窄到167點 收報17791點 科指收市升77點 報4000點 升幅2% 國指指升66點 報6097點 升幅1% 大市全日成交1022億 北水第二天錄德淨流入 金額大幅回落到7億4千萬 主要是買個股 沽售ETF 最多北水淨流入的是中國移動 金額有6億5千萬 美團有4億3千萬 小鵬汽車給支是3億 淨流出方面 南下資金沽出恆子ETF為主 盈副基金走資28億8千萬 南方恆生科技ETF有5億6千萬 北水淨流出 恆生國指ETF也有3億3千萬 北水淨流出 阿奴聊聊大市的情況 昨天出現一個先跌後升的情況 但高位仍然受制於18000點 其實上星期四也一度出現過先跌後升 不過星期五全數回吐上天的升幅 現在大家在港股方面看著人民幣匯價 我昨天也看到一些評論說到 在南非正在舉行的金磚五國峰會 其實對中港股市都有一定的影響 阿奴你又如何評估恆子後市的走勢 現水平的支持力度 其實你又覺得大不大? 我覺得這些水平上 你的股支持位仍然大 現在其實施放的狀況 和去年年尾可能是10月份的時間 有些類似差不多的情況 但當然沒有當時那麼恐慌 當時因為第一次發生內訪 上海時已經行不大違約 或者看到很多內訪 好像火燒煉環璽一樣 骨敗地塌下來 每天睡醒都發現 有些公司宣布有很多表外負債等等 當時是很恐慌的 現在的情況差不多 你說一些經濟數據 特別最新這個月你看到 連CPI都出現負數 整個通縮風險 是進一步明確的 令到市場是有人心惡惡的狀況 但是有個很大的分別就是 剛剛說的主要就是 一些內訪的風險 導致行指 可能一些內銀股 拖累下來 令它們跌得相對比較多 但是你看看這段時間的業績上面 好像說一些科技股 整體依然是比較硬正 你說在去年年尾那段時間 科技股都一樣是劈得很厲害的 這段時間就是說 科技股都有些部分跌得厲害 但是最主要都是受政策影響 有些監管因素消息那些 相關的科技行為 例如線上醫療平台上面 就是它們跌得比較多 所以你說有個分別就是 市場相信最終的情況 又會好像去年年底 最終會有政策出來 會有些很大的根本性改變 但是這個政策什麼時候出力了 真是不知道 所以跌到什麼水平 如果你說要穩一些位置 很多時候都是看整數位 萬七、萬六、萬五 但是我覺得以目前的經濟狀況 我覺得又沒有悲觀到 要落到之前那些低位 萬五點、萬六點的位置 因為你去到現在萬七點的情況 你看到業績這段時間 有很多公司和企業盈利 都盛預期的情況下 看著含指的multiple 預期的multiple 已經落到相對比較低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 最主要就是 就是看過去一個月市場衝進的那些東西 就是說有些什麼政策出來 去振奮 令到市場對整個資本市場有信心 而這些的政策 就不是說 我們只是要丟多少億出來 去刺激經濟 去確保內房無虧 是挽護整個市場的信心 你說的是一些可能改革 相關的措施 那這個真是政治因素很重 你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國內才會公佈這些政策 而我也都相信 未必只是說 去南非上面會講的相關議題 所以我覺得暫時說短線的市 都是反反覆覆覽覽 你未來判斷市況去向 你看有些什麼政策推出 多過在指數日升日跌的整體狀況 因為你說現在指數 譬如你以恆指為例 到17.5現在的位置 升三百幾點 已經說是差不多2%上落跌幅 那波動性 預到是會高的 如果你甚至可以看恆新波幅指數上面 現階段來說 都是一個叫做偏高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你參考市況上面 其實你最主要是說 讓政策出來令市場整個信心挽回 無論是港股、人民幣的走勢 都自然是回循 所以如果你想捕捉一些短線走勢 我覺得人民幣是一個不錯的參考指標 但如果你看看美元對利安人民幣 近期只不過是靠穩定 是不是有個大聲勢就出現 暫時又未見到 所以我覺得如果回循環政策 或者人民幣的走勢上面 又似乎短期來說 又未必說有條件 見到有個大幅廣 但是你要記住 這個是暫時這一刻判斷的 一個小時後他們在說些什麼 會不會有些政策出來 這個是不知道的 所以短線來說 我只能夠說 預言了市場是比較波動 但這些位置我覺得 不要看得太過被關注 都仍然是這樣的想法